歷史文化學堂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你認識世代相傳的文化 歡迎今集的嘉賓主持 基本上他這個系列每次都會出現 就是Billy鄧家舟博士 大家好 香港小學會的長監 當然他出現因為要聽同學 就著傳統節日創作廣播劇 與我們演繹和介紹 Billy 一直聽同學這麼多集以來的作品 我就在想 其實真的要把文化意義背後最精緻的地方 透過一個廣播劇的形式去帶出來 真的不容易 是的 背後要做很多事情 包括搜索資料 原來要編劇 又要演繹 原來還有很多事情要給他意見 做得很不好 我相信這些 對同學來說 尤其是廣播劇 應該是最陌生的 就算在學校裏面 都沒有這些設備 或者在大戲的電波裏面 將自己的創作品和大家分享 所以真的來到玩的時候 就覺得很開心 我參加了 但真的去到電台 原來是另外一個世界 對他們來說 都有一定的挑戰性 是的 雖然是這樣 不過同學都非常積極的參與 還有表現也不錯 希望他們將這種學習的精神 繼續延續下去 今集我們將會聽到三組同學的作品 第一組同學已經準備好了 小雲小吉 就讀中三是非常老友的同學 哎呀小雲啊 我財困啊 生意失敗啊 有沒有這麼誇張啊 我將我所有的積蓄 拿去課金買點數卡 然後七二五合格 媽媽這個月又不讓我零用錢 陷入破產的邊緣啊 我只剩下二十元而已 人生最迷惘的時候 就要請教人工智能專家 CheckABC啦 好主意 讓我Check一下先 CheckABC 我沒錢啊 救命啊 怎麼辦啊 李珍迪非常黑仔 不過下星期五月四日 即是農曆三月十五日 是財神單 你可以去黃大仙士拜財神 誰是財神啊 財神都財神都 好心得好步 財神是照功名 財神之手是照功名 那位是歌聲許冠傑 不是財神 患有 他唱得比你好聽 於是小雲小吉 就在財神單出發去了黃大仙子 去拜神應該要買些制品 看看CheckABC怎麼說 拜財神是有三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要清楚說出你的要求 不要含糊 第二 不可以在財神面前發怒騷 苦口苦臉 第三 財神喜歡吃零食 尤其是糖果 餅乾 高餅之類甜的東西 但不可以用蘋果 因為貧窮 鳳梨酥 核桃酥都不可以 因為有書的諧音 還有連豬肉都不可以 總之你投其所好 他會超級like你 還有沒有 資料顯示 拜財神最靈驗的時間是 早上七時到十時 最遲不應該超過十一時 哎呀 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我們快點去買東西 老闆娘 我們想拜財神 有什麼可以買呀 除了煙香愛 其實你可以買飾物的 胡蘿保平安 錢幣保財運 平日可以把飾物掛在腰間 今年二零二三年 財偉在南方 又可以買些旺財的擺設 雖然商家說的都市正確的 但你只有二十元 不夠錢買 都市快點就去買包餅乾吧 到了 這裏寫 財神公 供奉五路財神 包括 中路財神趙公明 東路財神蕭聲 南路財神陳九公 西路曹寶 北路姚小師 趙公明 明代小說 封神演義人物 掌管招寶 立真 招財 和利史 四個小財神 小說中 趙公明幫助商朝抵抗周朝 遭到姜子牙就殺 之後雲婆入了封神榜 被封為原譚生君 掌管天下財富 是財神之首 這裏有這麼多神像 哪位是財神啊 那裏有個伯伯 好像是妙足 不如就請教他 好多人其實都不懂分的 這個呢 黑面鬍鬍 眼仔滷滷的 長袍 就拿著個金元寶 長邊 騎著黑虎 這個呢 就是趙公明 好錯我們今天來到 如果錯過了時辰 就閉加火了 除了財神 還有其他求財的日子 農曆新年 隨即 人們就不睡覺去接財神 有些呢 就初二制財神 通常呢 就初五刑財神 即五老財神 趙公明 和他那些部下 是不是 什麼時候拜財神都可以的 拜財神 目的就有不同的 有些人就來求財 還債 求生意 亦都可以呢 拜其他神仙的 土地公呀 造軍呀 都可以 總之呢 成三就有求必應 讓我查一下先 其實環有九路財神之說 王害為中財神 其餘有 比江 柴榮 關公 趙公明 環有 端木齒 李鬼祖 范女 和流海蟬 這個我知道 范女和比江是文財神 關公和趙公明是沒有財神 其實我還有一個疑惑 我想起家裡新年鐵的槍輝 門口會鐵一張財神儀的海報 那他和趙公明有什麼不同呢 他應該是李鬼祖 頭大招官 白臉 長鬍鬍 錦衣玉帶 新春紅袍 笑容瓷場 左手則掌如意 右手是聚寶盆 上面寫著 招財進寶 啊 我突然有興趣知道 香港人以前是怎樣在慶祝節日的時候迎接財神的 1972年2月14日 華僑一步說 市民通常會花八指十元 再報他買財神連話 而且當時有間本地銀行 有專人穿上錦袍 扮財神爺 派七彩連話 1915年2月1日 工商晚報營獄 通常派連話 市民都十分踴躍 因為財神畫像 雍容富貴 金碧輝煌 寓意 睡晚節財神 新春行好運 其實香港人都喜歡用歌曲來迎接財神 祈求財運 是嗎 沒錯 1913年2月1日 工商晚報話 銀行載電視台 電台 電影院 預備可遂 宗辭 及七彩財神到影片 三星拱照 為市民帶來喜慶 另外1979年1月25日 華僑日報提到 有兒童合唱團發行 接財神唱片和錄音帶 其中包括 大家恭喜的歌曲 大家恭喜 星星可喜 新春快樂 日盡千里 發財順景 好運氣 是七十年代的兒歌 可玩有其他詞文可以告訴你 例如 1951年2月9日 大公報探討過接財神的問題 打工仔放假會拜財神 因為初兒伙計 大家一起吃飯 最怕老闆想吃無情雞 大多商店於初四開始 所以初五也會接財神 祈求生意興奴 趕起生計 無論什麼年代 市民都很緊張 你現在都很緊張了 快點擺神 財神啊 我祈求 財神是中國道教 重要的民間信仰 中國道教神明眾多 除了五路財神 其他神仙信仰 都有更似的法力 法財的觀念 在華人社會十分重要 生活富足 甚至有偏才 自然高興 在香港 無論在什麼階層 都需要 歡迎財神 無論是春節 還是財神 但 拜財神的信仙眾多 就算不入廟拜神 財神都會發生不同的物件 包括聯話 月曆 通信 甚至是歌曲 守護在大家身邊 拜財神 求的是安心 然後拜神的人 身體健康 就能應付日常工作 而人們勤奮工作 收入就自然增加 財神都鼓勵大家做善事 發財立品 行善積德 都是財神樂見的 可見中國的民間信仰 和傳統節日 都有道德教化功用 中華文化 真是一門精神的學問 光是財神 都可以研究這麼久 今天拜完財神 又學到歷史 真是 財神都 財神都 歷史在這裏 世界徐爾門 葉伴詩 120分鐘 聲音鑰匙 世界徐爾門 葉伴詩 聽完第一組同學 就著財神的傳說 和習俗之後 我們就聽聽他們 究竟做完整個廣播劇之後 的感想在哪裏 德蘭中學 作品名稱 財神都 財神都 歷史在這裏 我是蘇家熙 飾演龐伯商家 我是鄭瑋瑜 飾演小雲 我是鄭思榮 飾演小吉 我是林安琪 飾演chat ABC 參加電台演講之前 我們對財神的歷史 其實認識並不多 透過上網 搜尋資料 看舊報紙 然後親身去廟宇觀察 和訪問 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 先為人知的知識 就例如每年財運都有特定的方位 財神喜歡吃什麼零食 可以作為製品 有很多的神仙其實都被視為財神 我都學了幾首以前的財運歌曲 可以在劇中一展歌學 這些都成為了我愉快的回憶 在電台配音中 我的角色是check ABC 是人工智能產品 我嘗試令自己說話的聲音比較死板 這樣符合機械人的形象 結果出乎意料 這個角色很受組員喜歡 我在這個活動裏 和師姐師妹分工合作 同心協力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另外 我對歷史都產生了一些興趣 未來有機會 我會到更多廟宇參觀 發掘中國民間信用的歷史 我很享受整個電台演講的活動 由找資料到參加錄音 對我來說都是很充滿新鮮感的 到資料參觀的感覺 好像探險一樣 黃大仙志的地方很大 都供奉了不同的神仙 我們找到一個財神之後 又找到幾個財神 除了黃大仙志 其實我們都到訪了其他寺廟 一方面天氣炎熱 有時候還差點迷土 最後有經冒險 我們完成了考察 搜集了豐富的資料 接著 又可以在電台分享到自己的研究成果 就更加有滿足感 最後我們要感謝藝老師的指導 和協助 令我們製作錄音的過程十分順利 有幸到電台錄音更是非常寶貴的學習經驗 我認為我們的廣播劇 除了成功推廣財神誕 《農曆新年》 這些與財神相關的中華文化之一之外 亦都能讓聽眾勾氣旺日 香港人迎接財神的回憶 疫情過後 香港亦都逐漸復償 希望承著財神的好運 我們祝願香港繼續百業興旺 人人生活安康 謝謝同學的分享 Billy聽完這個財神的起源和故事和習俗之後 是不是都回憶回來了 是的 財神海報 那些 不過我們都借這個機會 要講一講 為什麼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什麼的日子 我們都記住財神 首先 因為我們是一個商業社會 我們這個百多年都是一個商業平台 所以對大家來說 錢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來的 因此 任何時候 我們都是第一個先接財神 所以就衍生了 你同學所說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多財神 為什麼又有文 又沒有 又有這個 走過又找到一個新的 原因也是在這裡 聽那個劇 我覺得設計上 都有他聰明的地方 就是用了Chat ABC 如果你用Chat ABC 他就是整篇文章 就回答你了 那你就可以用整篇文章 讀的方法去講出來 不過 聰明的設計背後 其實在不同的角色 我覺得同學都可以再設計一下 因為現在就這樣聽 聲音太相似了 還有究竟 什麼時候是Chat ABC 什麼時候是真人說話 什麼時候是對話 就有點混淆 因為平時的一些對話 我們叫廣播劇 應該是用一些生活化 很自然的語氣 好像你平時跟同學說話的語調 說出來 而不是好像讀文章 去讀出來 這個希望同學 下次有機會再做的時候 就留意一下 是的 是的 他比較驚喜的地方 就是有訪問 將這一段放下來 將內容也帶起來 也是一個挺好的設計 是的 希望同學 有今次的嘗試之後 下次有機會再做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有進步 接下來我們又聽聽第二組同學 說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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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